- 你知道我肚子大- 停地開- 停地開- 不用錢- 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也關注環保氣候變成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並且開啟通知的小鈴鐺- 記得按下選擇全部- 全部- 全部- 現在呢在疫情趨緩情況下- 我們看到各縣市都在發展的振興旅遊- 現在我們看到了大量的- 暴富性的出遊人潮- 但是呢要怎麼再出遊的- 出遊人潮- 出遊人潮- 但是呢要怎麼再出遊的- 出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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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遊人 - 出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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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環保之間- 達到平衡呢-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台南- 要來一場- 低碳之旅- 什麼是低碳之旅呢- 就是想要透過- 十一住行娛樂- 各個面向都可以- 環保又好玩-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出發囉- GO- 誒! 我們來到台江國家公園內的- 晨溪社區- 聽說這邊有一個- 低碳廚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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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台江國家公園協助建造的喔 你有聽過國家公園在蓋廚房的嗎 然後它這個低碳廚房其實強調就是 由當季新鮮的食材所煮出來的料理 而且是社區媽媽的好手藝喔 所以我們話不多說趕快去品嘗吧 掰掰 整區算是在台江公園裡面嗎 的範圍區裡面 好 這邊可以嗎 可以啊 這邊停 可以 就這樣子種 對 就這樣子種 從蒸了喔 蒸了才能吃到兩個月就有了 兩個月這麼快 60天 就長可以吃的大小 對 因為我是從材料長拿來西瓜的一栽 所以它的時間會比較快 比方說這一株 我要看它到底是哪一顆的嘛 所以我們孫成摸瓜是這樣子的 喔 這樣找到它 然後就是 對 對 這樣一般就OK啦 喔 鎖鏈的膠法 對 菜刀 割牙 這個是西瓜棉本身的問題 它不夠平順 對啊 其實網內 網外都一樣 網內互打不用錢 網內 網外都可以啦 其實是看它 它的重量是多少 1比40 這裡的重量乘以40 那時候放上去呢 對 燉來就好 這樣子把它拌 它又沒有什麼水耶 待會會跑出來 因為這樣可能是沙青 因為鹽巴進去的話 你一直跟它拌的話 它待會那個水會出來 沙青 沙青就是一般我們做的那個 是那個沙青嗎 泰片 泰片沙青 泰片沙青也是一樣 一樣 這樣就 五天後 五個晚上之後就可以吃了 好 我們就把它閒置在這邊 起離開 起離開 在城區社區內的低碳廚房 它利用當季食材研發在地風味餐 像是台南的獅木魚 還有鮮蝦這些食材 減少了運輸還有加工的過程 從根源來徹底落實低碳這個理念 嗯 有點像菜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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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吃了 直接咬 你怎麼咬怎麼吃豆 吃了 嗯 很甜 很好吃 然後肉香氣 可是你這餐要醋多少 你說吃這樣要多少錢 油下來就好其他就不吃了 夠吃了 對 對 如果想買新衣服又不想對環境造成軟 該怎麼辦呢 二手衣店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那我們今天來到台南古都 來到這間古色國鄉的二手衣店 帶大家來挖寶 我來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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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跟我衣服蠻搭的耶 蟲洞Vintage Shot裡面販售的古著 有很大部分都跟日本文化緊緊相扣 上次最近很多rapper會穿的花襯衫 還有永不過時的kimono 都瀰漫著滿滿的復古浪漫 我來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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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誤寶 我說來挖寶 我來挖寶 多理解 我來挖寶 就是牙王 大家想到低碳 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但其實城市也非常的重要 那等一下這位神秘嘉賓 就會來跟我們說 台南市是如何來推動的 GO 可以看我在山峰都知道了 這個運氣效應都嚴重 那在台南市來講 我認為說有幾個地方可以做 這第一個地方就是說 這個盡量的減少碳足跡 盡量的減少碳排放 盡量的增加濾電 就是說一個是開源 一個是結流 不僅是市府 還有很多我們有一些工廠 還有公有的房設的屋頂 我們都要求 包括學校的屋頂 如果它可以設置 譬如說它沒有被遮蔽 它都要求它要裝設太陽能系統 一方面降溫 一方面可以增加學校 一筆小小的收益 充實校務基金 一方面對政府來講 我們增加了綠電的供應 所以說我們台南目前為止 是全台灣太陽能光電 這個設置容量最多的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6GbW 另外一個我們盡量有一些 物產的消費盡量是在地使用 地產利消 減少長途的運輸 然後這樣就減少碳足跡 要求地面型呢 有時候地面型的有些人會抗爭 會抗議或是反對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跟你講 一些有的沒的 可是問題是 你用在屋頂大家沒話講 可是我說真的 屋頂畢竟有限 當我們把所有的屋頂都設置完了 還是必須要回到地面型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必須要用到這麼多能源 台灣的平均人均用電量 還有人均用水量 是世界排前面 用水量我好像覺得是 沒有記錯的話是排第一還第二 用電量也不遑多 所以我就說既然我們用那麼多電 既然我們用那麼多水 卻不想辦法去增加水的供應 那卻不想辦法去增加電的供應 那你要增加電的供應 難道你現在還在想核能嗎 中央政府蘇院長已經有一個政策性的宣示 在未來兩年內 要全台灣所有的教室都要裝冷氣 那既然要這樣的話 我們就先做好一些節能的可能 未來冷氣的開與關是28度或是怎麼樣 不過如果你如果真的講28度 有時候早上8點就已經28度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將來要調到29度 或是怎麼樣的方式 或是調怎麼樣的時間 那能盡量做到節能 讓我們孩子的學習效率能夠上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的很多政策 都要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 還有因人而異 這個部分我們都要去做 那零二旁邊的整個大目標上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盡量做到 這個能源的成長的速率降低 甚至變成了零成長 但是零成長是非常非常的困難的目標 但是我們還是勉勵為之 在振興經濟 現在各個縣市其實都是在積極的推動 振興旅遊 請問市長有沒有一些 在低碳旅遊方面可以推薦 好吃好玩的台南的行程 問妳就來台南抽房子了 妳遠遠遠 我們好像有聽到可以抽房子 妳的三倍券 或者是三倍券花完了就花妳家人的 花妳家人花完了就拿現金來 反正我們在台南這兩百塊 就有一個抽獎號碼 請發票兩百塊就有一個抽獎號碼 妳如果消費一千塊就五個抽 太超值了吧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感謝 訪談結束後呢 我發現黃偉哲市長 他真的對於台南市推動低碳工作 非常的了解 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城市在推動減碳 其實他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了 過去京都議定書呢 強調是從上而下的中央政府 去推動減碳的工作 但是在巴黎協議中呢 他強調是從下而上的去推動 也就是從人民 從企業 更多更多不同的角色 都要一起來參與減碳的工作 而不是只有中央政府的事情哦 所以呢 城市這時候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啦 那我想要問你 你覺得你的地方政府 你的市長或縣長 對於氣候變遷做了什麼努力呢 還是說你覺得哪裡可以改善 趕快留言告訴我 那有Green Voice 環保知識家 為你解答氣候變遷跟環保的各式各樣問題 Green Voice 我們下週六見 掰掰 好熱喔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Green Voice 我是Lina 聽說現在來台南消費使用三倍券 還可以抽房子 是不是很吸引人呢